大家都首規矩排隊 我们几百个人排队 你就一直走来走去 你离开一下 你是不是离开了嘛 台湾首间宝可梦中心开幕后 爆发带牌和插队风波 许托人也立刻将免费得到的 纪念特点卡 台北的皮卡丘po网转卖 宝可梦卡牌的相关脸书社团 出现大量交易文章 价格也从起初的每张一千五百元 降至最低一百元 但都五人购买 粉丝排队抢拿纪念特点卡 但果然也被黄牛盯上 脸书社团中甚至有网友 开始以低价大量收购特点卡 替文曝光后不少内行宝可梦迷指出 应该是要卖到国外 难怪会有阿嬷带牌团 毕竟是限定款发完就没了 虽然特点卡数量有限 不过也有客人直击 现场备货量相当充足 甚至看到业者推了好几台推车 这几天去应该都还拿得到 让不少宝可梦迷笑称 黄牛踢到铁板好开心 只是没想到第一间宝可梦中心 吸粉同时也带来了代买乱象 三连西游高温生 我们佩华台北参观报道